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海悟》 2014年在韩国上映的《海悟》 是由沈承宝导演制作《金影石》、朴友天 韩毅黎领衔主演的惊悚电影 本剧以真实故事改编 续写了人性在特定的情况下的丧失 但在黑暗的人性中又有那么一丝光明和善良 98年的时候全亚洲进入危机 而这个危机也影响到了靠打鱼为生的哲珠 对于他来说渔船就是他的一切 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保留渔船 为了保住渔船 他想到了之前走私甲表的任务 但是对方却告诉他没有这个任务 并向他说现在运输偷渡者比较挣钱 可以运输朝鲜人 输完之后给了船长订金 等船驶出海港 哲珠才告诉他 船员要运输偷渡者并分了钱 大家在拿到钱后就默许了 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艘船靠近了他们的渔船 偷渡者开始上船 在此期间有一名偷渡者掉入水中 东直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并带他去了机舱取暖 第二天一早船长发现有船接近他们 于是慌张的蛇珠让偷渡者躲进渔舱里 危机解除他们拉开渔舱门 发现偷渡者们个个被憋得喘不上来气 然后东直又把红梅 也就是那个掉进水里的偷渡者带进了机舱 这时候偷渡者们就开始抱怨 生气的船长找了一个偷渡者 杀鸡静猴给他们看 然后偷渡者们都赶进了渔舱里 只有红梅在机舱里被东直照顾得很好 在之后船长就接到了海警的通知 要对渔船进行检查 船长怕事情暴露 于是想贿赂海警 可海警不吃这一套 货车去的船长抓住海警并威胁他 随后海警立马离去了 没想到的是渔舱里的瓦斯泄露了 空气狭小的渔舱使得所有的偷渡者死亡 之后海上起了海雾 在海雾里船长命令船员们把尸体搬下去 凶残的船长为了毁尸灭迹 拿起斧头就对尸体砍去 动来鲜血引来海洋生物 此时的船长已经丧失了本性 只知道保护他的船员和船 之后在船上 轮机长还拿出没有销毁完的身份证观看 正好被船长看到 船长以为轮机长要上岸告他 于是在渔舱里杀死了轮机长 这一幕被躲在角落里的东直看到 他崩溃了 偷渡者中只有红梅活了下来 就躲藏在机舱里没有被船员发现 于是因为性船员们大打出手 最后东直把渔船弄破了 自己和红梅坐上了救生船逃跑了 整个渔船最后只有他们两个活着 画面一转六年后 东直在一家餐馆见到了红梅 但已经相对无语 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感触颇深 即使人性在沦丧的时候 还可以看见一点点的光芒 还保留着一点点的善意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